大家好 我们上课 少阴寒化症我们讲完了之后 就应当讲一讲少阴寒化症的预后 下面我们打开讲一百七十四页 看二百八十七条 少阴病迈紧 至七八日自下历 迈鲍威 手足返温 迈紧返距者 威语节语 随凡下历必自愈 这个少阴病是真阳衰微的少阴病呢 还是寒胜伤阳的少阴病 我问大家 是真阳衰微的少阴病 还是寒胜伤阳的少阴病 真阳衰微的少阴病 因而卖威系但云昧 现在卖锦和我们前面所学的 卖阴阳俱锦的那个少阴病 不是一样的吗 所以这是寒胜伤阳 以邪气胜为主 以邪气胜为主的这种少阴病 它就可能会自愈 真阳衰微的少阴病 是不能够自愈的 所以至七八日 自下历 这个自下历是怎么回事呢 这不是真阳虚衰 灾火不暖土 而是肾阳恢复以后 驱除体内的寒酌邪气外出的表现 脉爆微 脉有紧 这是邪气胜 突然转的不紧了 这个微是和紧相对的 突然转的不紧了 这提示了含蟹退 所以下历是含蟹排除体外的表现 脉有紧而转的不紧了 转的弱了 这正是小则平 《黄金内经》所说的 大则并进 卖大并就发展 小则平 卖由大而变小 这是邪气退的表现 手足反温 那是含蟹退 阳气得以伸张 所以手脚就专暖了 卖紧反去 这不正是提示了邪气退吗 微欲皆也 随凡 正邪相征有一点凡 但是这个下历必自愈 你把含痴邪气 驱除出体外了 这个下历自个就好了 阳气也得以伸张 你就完全恢复了 这是邪音谈话的一种自愈症 但这个症后 它不是以正虚为主 而是以邪生为主 我们在太阴病篇学过一条 说伤寒卖福尔环 手足自温者 此为戏在太阴 太阴者身当发黄 若狡辩资历者 则不能发黄 至七八日 随报凡下历日 时遇行 必自止 此匹家时 府会当去故也 还记得吗 那是含痴 汇拙邪气 阻止于太阴 当太阴阳气恢复以后 驱除邪气外出 表现了下历自愈 通过大便排出体外 然后这种下历必自止 而邪音病篇的287条 也是含卓在邪音 在体内 那么这种病通过什么途径 把邪气排出体外 也通过下历的方式 所以太阳病自愈 是通过自汗自溜 战汗 是邪从外解 三阴病属于理症 他要自愈的话 他不能通过汗解 他通过自立 282条我们就讲这么多 之所以可以自愈 他不是真阳衰微的 邪音寒化症 他是寒胜商阳的 邪音寒化症 288条 邪音病下历 若历自指 乌含尔全卧 手足温 手足温 这条我们应当这么读 邪音病下历 乌含尔全卧 这是个寒胜的表现 若历自指 手足温 这是阳气恢复的表现 当然这个病是可以治疗的 因为阳气没有衰竭 他有恢复的苗头 而下力自指了 这是寒血已经排出体外的表现 289条 邪音病 乌含尔全 乌含尔全卧 这是寒血胜的表现 十字凡 一阵一阵感到凡热 欲去一倍 这是阳气恢复的表现 所以能够有这种情况 他也是个寒胜伤羊 寒胜伤羊 所以他躺在被窝里 乌含尔全卧 等延气恢复了 一阵一阵的有凡热 欲去一背 这种情况 欲吼比较好 以上这三条 应当说 都是寒胜伤羊 病症的矛盾的主要方面 在于寒血声 下面讲的阳不回不治症 都是以真阳衰微为主 295条 邪音病 五寒 身权而立 手足逆棱者不治 一派阴寒内圣的表现 而没有阳气恢复的征兆 所以我们讲义上 把它叫做 纯阴乌阳的威厚 张仲敬看到这种情况 他就说没有办法了 他就走了 被开放了 那我们今天不能这个样子 那在寄贞时 要全力的中西接个抢救 如果不去抢救的话 那病人的家属会 按照医师法去告你的状 296条 邪音病 吐吏 烦躁 四逆者死 这条原文 这个吐吏是 肾阳虚衰 火不暖土 所造成的 这里是造反 邪音病突立造反 就是我们以前 多次所说过的 因胜则造 若阳勉强和阴寒相争 争而不胜的时候 肢体出现的 造扰不宁 甚至 正气 衰亡之前的那种 错空履现 寻影摸床 这种躁动是不自知的 再加上 自知逆冷 上过肘而下过膝 一派阴寒内圣 阳不圣阴的表现 当然欲吼不了 296条 要特别注意和我们 上节课所学的 乌珠鱼汤适应症 相区别 乌珠鱼汤适应症 那条原文是说 少阴病 吐吏 烦躁 手足逆冷 烦躁欲死者 乌珠鱼汤主之 你看都有吐吏 都有四肢觉冷 都有烦躁 不过296条 讲的是造反 所以你要能够间谍 我们提库里有一道题 是开心题 他说乌珠鱼汤的 失音症是什么 底下列了四条 一个是尸骨欲殊 属阳明 一个是甘欲吐贤墨 头疼者 一个是烧阴病 吐吏 手足逆冷 烦躁欲死者 一个是烧阴病 吐吏 造反 私逆者 列了这四条 那么第三条和第四条 你一定要特别区别开 因为一个是 乌珠鱼汤的失音症 一个是哨阴 阳不胜阴的死症 所以我们才说 乌珠鱼汤症 是个哨阴病的类似症 297条 哨阴病下立直而投悬 时时自冒着死 这个下立直是 阴结与下阴叶的阴 枯竭的结 阴结与下 没东西可拉了 所以他下立直 头悬呢 是阳托于上 为什么投运呢 虚阳上托 一阵一阵的投运 所以时时自冒 冒字我们以前讲过 说文解字说 冒蒙耳前也 就是把脑袋 把眼睛都蒙上 摸着痕往前走 走上一会儿 你就投运了 所以冒字可以隐身为投运 冒字也可以隐身为遮盖 像我们太阳病篇所说的 发汗后 其人插手自冒心 心下记 遇得暗者 那个冒就是遮盖 两个手交叉 暗护在心前去 而我们现在这里讲的 时时自冒 这个冒字就指的 头晕目眩 那么头晕目眩 这里是 虚阳上月 阳托于上的表现 所以297条所描述的一个证后是 阴劫于下 阳托于上 阴阳离绝 当然欲后极差 钟宁说死 298条 绍阴病肆逆 误含而深泉 脉不治 不凡而造者死 这条显然是 正不胜邪 阳觉神亡 不凡人造吗 肢体躁动不宁 我们刚才说过了 正不胜邪 阳觉神亡 阳气也绝了 人的精神神气也 亡了 所以欲后不良 299条 绍阴病 六七日 膝膏者死 膝就是呼吸 膏就是表浅 呼吸表浅 这不正是肾气 脱于下 肾气 虚于下 肺气 脱于上的表现吗 是一个呼吸功能 衰竭的表现 钟宁认为 肺是主 吸气的 肾是主 那气的 我们一个正常的人 都应当有良好的 俯视呼吸 有良好的俯视呼吸 这叫能够 纳气归根 他的呼吸 是有一定深度的 这叫纳气归根 而当呼吸功能 衰竭的时候 他就呼吸表浅 气不归根 终于把它叫做 肾气 绝以下 不能够纳气 肾气 绝以下 气不归根 呼吸表浅 那就是肺气 脱于上 所以这是 愈后不良的 第三百条 哨音病 脉微 这是阳虚 细 这是阴虚 臣主病在里 当然臣也主阳虚了 所以阴阳两虚 这是真阳衰微 阴阳两虚 但于卧和那个 但于妹差不多 阴经阳气虚衰 精神失阳 意识朦胧 意识淡漠 汗初是阳不射阴 不凡 自愈吐 这个不凡是 真阳衰微 无力和阴相争 不争则静 就像我们在 六十一条所说的 昼日烦躁不得眠 夜而安静 这个不凡 实际上就是不躁 夜里安静的那个不躁 自愈吐 是阴邪上腻的一种表现 阴邪上腻的一种表现 至五六日 自立 复烦躁不得 臥昧者死 又过了几天以后 出现了 虚寒的下吏 又出现了 这个烦躁 实际上就是躁烦 又出现了躁烦不得臥昧 这正是正不胜邪 病人临终前的一种表现 上述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这六条 后世一家 把它叫做 绍因六死症 我们北京市 第一次 晋升组织 医生的 中医考试 不知道哪个老前辈出的题 说 绍因六死症是什么 结果没有一个大夫能回答 你想想我们大夫学山哈论的时候 主要学他的理法方药 谁去背他的绍因六死症 更何况 我们今天判断预后 常常是全面考虑 总体把握 中西医结合来诊断 所以对绍因六死症来说 今天在临床上的 意义和价值就不是太大 更何况 重景所说的死症 有时候我们今天 采取中西医结合的方法来治疗 病人也并不一定能够死亡 所以这些东西 我们供大家参考就是了 不作为重点 要求大家 要学习的东西 好 绍因寒化症的主要内容 和绍因寒化症的预后 我们就谈完了 绍因脏症 有两大类症后 寒化症谈完了 我们就该谈热化症 形成绍因热化症的原因 我们已经说过多次了 那就是当病人 素体绍因 因虚而阳盛的时候 外邪从阳化热 这就容易出现 绍因的热化症 绍因热化症的第一个症后 303条 黄莲阿焦堂症 看原文 绍因病得至二三日以上 心中烦不得我 黄莲阿焦堂主之 这个症后 他的主症只有一个 心中烦不得我 这主要是 因虚火旺 心肾不焦 他之所以说 绍因病得至二三日以上 是他所看的这个病人 得了外感病 两三天以后 得了绍因病两三天以后 就出现了精神神智症状 《山寒论》中 许多条文都写了日期 后世一家 一家在研究这些时间的时候 有的人觉得不大好解释 就说 这些时间都是约略之词 你不要去拘泥它 这个想法是好的 但是张忠景 他所写的这个时间 就像我们今天写病例一样 你比方来一个 急性膀胱炎的病人 或者急性大液肺炎的病人 我们就举大液肺炎的病人吧 那你在病例的时候 写病例的时候 你第一句话就会写 高热可喘三天 这是主速 那么第二句就写 三天前这个病人 偶感风寒 然后误寒发热 随后科喘 然后持续发热 用过什么样的方法 效果不好 然后来住院治疗 如果两千年以后 别人看到你这个病例 也许两千年以后 你就成了亚胜了 一中亚胜了 看到你这个病例 说他写的这个两三天 就是这个发热科喘三天 你不要拘泥他 临床不一定是那么回事 你生气不生气 所以张仲景所记录的这个时间 人家都是客观的病人 就是个病程的记录 所以我们不要在这个上面说 这是个约略之词 他干嘛说约略之词 他这个病人就是这样 我说这段话 我想大家听明白这个意思了 所以《山寒论》中 许多这个日期和时间 是张仲景观察到病人的实际病程 我们在讲《少阴盖说》的时候 曾经提到过一段话 说《少阴经》的一个分支和心相连 这就沟通了心和肾的相交的关系 在生理情况下 心阳下交于肾 我们也把它叫做心火 下交于肾 助肾阳以温暖肾水 使肾水不寒 肾水也就是肾阴 上奉于心 助心阴以制约心火 使心火不亢 这就叫心肾相交 水火济济 当由于某些病理因素 造成了肾阴虚于下 不能上风于心 来助心阴以制约心火的话 就会造成心火毒抗 这就形成了肾阴虚于下 心火抗于上的这种病理变化 我们说心肾相交 水火济济 在生理上是一个什么样的表现呢 那就是人的觉醒和睡眠交替发生 兴奋和意志有规律的交替发生 觉醒的时候 精神振作注意力集中 精力充沛 睡眠的时候 睡眠香甜 能够得到充分的休息 一个这样的人 一个这样的人就是心肾相交的 就是水火济济的 而我们303条讲的是一个病理的状态 他是肾阴虚于下 心火抗于上 阳入于阴为之美 因为阴虚不能脸阳 由于阳抗不入于阴 该睡觉的时候 他就心火更胜 该睡觉的时候 该阳入于阴的时候 由于阴虚不能脸阳 由于阳抗 他不入于阴 这个时候 该睡觉的时候 他就睡不着觉 不仅睡不着觉 他越睡不着 他越烦 越烦他越睡不着 为什么呢 他睡不着觉 他还不是说安静的 但是眯着眼睛躺着 他一听和他一个床睡觉的人 打呼噜 吭声拧他一下 我让你睡 你的呼噜吵得我睡不着 实际上不是人家吵他 而是他自己 他就心烦 越烦越睡不着 越睡不着越烦 所以就辗转反侧 坐卧不宁 因此重景才说 心中烦不得卧 不是说不得眠不得妹 而是不得卧 典型的阴虚火旺 心神不焦的表现 治疗用黄连恶焦汤 黄连恶焦汤 有滋阴清火 泄南补北的作用 泄南补北是什么意思 南代表火 北代表水 为什么南可以代表火 北可以代表水 我以前江五行的时候 曾经说过 当北斗七星的斗饼 指着南方的时候 地面而夏天 这个时候火气当令 当北斗七星的斗饼 指着北方的时候 地面而冬天 这个时候水气当令 所以南和北就代表火和水 所以当我们看到 泄南补北的时候 那你就会知道 这是泄心火 资慎阴 黄连恶焦汤 这张方子 黄连和黄秦 这是清心火的 姬子黄 是养心阴 养心血的 姬子黄 是养心阴 养心血的 阿焦 是资慎阴 资慎水的 姬子黄 和阿焦 都是血肉 有情之品 因为阿焦 是驴皮熬制的 而姬子黄 是老母鸡下的蛋 那当然是血肉 有情之品 它们都是动物药 以有情 补有情 比那些草木的 沙参 玉竹 卖冬 这些草木滋阴 生津的药 效果直接 效果迅速 勺药在这里 都干什么用 少药是养阴的 酸味的药 它和姬子黄 这个甘味的药相配 酸肝化阴 可以更好的养心阴 养心血 少药和阿焦 这样甘味的药相配 可以养肾阴 更好的养肾中的精液 这样就构成了一个 谢南补本 滋阴泄火的 典型的一张房子 尚无畏 一水六升 先煮三物 取二生 去自 纳焦 阳浸 阳是什么意思 把焦状的药物 在热药液中 溶解的过程 阿焦 鹿角焦 硅板焦 都属于这种 服用的方法 阳 把焦状的药物 或者焦质的药物 质量的质 焦质的药物 在热药液中 溶解的过程 就叫羊 你买的这个阿焦 在面板上 给它砸碎了 放在热药液中 很容易溶解 这是上等的 你化不掉 你不要拿大块 你砸碎了 放在热药液里 你化不掉 你在火上蒸一蒸 还像那个焦一样 能够拿筷子调解 还化不掉 那是假的 或者说是略质的 消冷 把阿焦化了之后 稍稍地放凉一点 那鸡子黄 再把鸡子黄放进去 这里所用的鸡子黄 是生的 新鲜的鸡蛋的蛋黄 所以把蛋黄放进去之后 角令相得 这么一角 大家琢磨琢磨 这个药液 把阿焦溶解以后 还要稍凉一凉 再放生蛋黄 这个蛋黄 它并不能够熟 所以蛋黄出一个 半生不熟的状态 所以药液就出一个 混旋状态 不是说再加热 把蛋黄都煮熟了 不是这样的 温服 七格 日三服 所以黄粮 鹅胶汤的服药的方法 就是比较特殊一些 也比较繁琐一些 这个黄粮鹅胶汤 在什么情况下用 慢性的神经衰弱 用它没有效 你说它十年二十年 每天晚上睡不好觉 或者是入睡困难 或者早醒 用上效果不好 如果这个神经衰弱的病人 得了一次感冒 感冒以后 他失眠更加厉害了 而且心烦 烦得厉害 那你用 用它就有效 我在野津医院出门诊 野津医院院子里 有一个 有一个这个 他们的 医生的这个宿舍楼 宿舍里头有一个 过去好像是一个 艺术家的一个老太太 她到门诊找我去看病 说 郝大夫啊 我已经有 二十多年的 这种神经衰弱的历史了 可是我过去呢 虽然睡不着 我不至于这么烦 这次得了一次感冒发烧之后 我实在烦地睡不着觉 我知道神经衰弱 这种症候是很难治的 不看 别看它不是什么大病 你要想 用中药 让它睡得很好 是不容易的 我说大妈 我说我就给您试一试吧 您舍也光红乌胎 您卖一细朔 我觉得是阴虚火 然后我说 您不要怕药麻烦 就是黄粮厄教堂的原方 吃了一个礼拜 老太太特别高兴 再来找我的时候 带来好几个 说郝大夫这次 不是我看病 我把我们这些 神经衰弱的老姐妹 都给你带来了 我说大妈呀 您这个情况是很特殊的 您过去有神经衰弱 现在因为得了一次发烧之后 引发了阴虚火旺 心肾不教的症候 用黄粮厄教堂有效 可是对这些慢性的神经衰弱 我是真实说用黄粮厄教堂没有效 那个老太太说 我过去那么多年的睡不好觉 经常用安定 吃了你这个药以后 吃到第四天 就睡得特别好 安定我都不要了 所以我想您正治这个病很好 当然对那几个人来说 我也用黄粮厄教堂 后来反馈我的消息来说是 有的有一点效 有的一点效果都没有 所以黄粮厄教堂怎么用 我们就是对于感冒以后 发烧性的疾病以后 出现的阴虚火旺 心肾不教的症候 这个时候的心烦不得我 我们可以用 黄粮厄教堂的适应症 有心中烦不得我 支支齿汤的适应症 有虚烦不得眠 弱去者必反复颠倒心中懊恼 这两个症候 我们在临床上应当注意区别 支支齿汤的适应症 只有火 它是热欲胸格 欲热老心 它只有火 没有阴虚 而黄粮厄教堂适应症 它是阴虚火旺 它既有火又有阴虚 这是不同的 烧阴热化症的第二个方症 是阴虚水热护结症 也就是我们讲义上的 第319条的猪灵堂症 那么猪灵堂的适应症 我们在阳明病篇第223条学过 现在烧阴病篇的319条 又要学 这个症候它的成阴 可以有两个 一是阳明惊热 雾下伤阴 热于水节 这是在阳明病篇第223条 学到的猪灵堂适应症的成因 第二个就是哨阴 阴虚 阳抗 外邪从阳化热 然后水热护结 水不管是病来自于阳明 还是来自于哨阴 最终的结果都导致了阴虚水热护结 这样一个基本病基 它的主症和病基 首先是小便不利 这种小便不利 是由于水热护结 气化不利 所以它的临床特征是 尿道色痛 小便短斥 甚至可以有典型的尿频 尿疾 尿痛 这样泌尿道的刺激症状 当然中医的书上没有这么说 它就是小便短斥 尿道色痛 中医的话是这么来讲 第二个主症是可欲饮水 这是由于水热护结 今夜不化 同时又有阴伤 今夜的缺乏 又有阴伤 经乏 我这没有说经亏 今夜的缺乏 所以它有可欲饮水的临床表现 第三个症状 是心烦 是心烦 不得眠 这正是阴虚火旺 心肾不骄所造成的 应当说 朱灵汤是应证的三大主症 小便不利 可欲饮水 心烦 不得眠 这是它的三大主症 除此之外 它还可以见到一些祸见证 祸子有这片吗 因为它是一个水症 水热护结 那么水邪 泥流横溢 无处不到 水邪犯废 可以出现咳 咳嗽是水邪犯废所造成的 可以出现吐粒 这是由于水邪 寝自胃肠所造成的 这些症状 我们就把它看成是祸见症 这很像 你看我们过去所学过的这些 涉及到水饮的这种症候的时候 你看小青龙汤 适应证 它是水饮犯废 出现了咳喘 水邪是变动不居的 所以它可以或渴或烟 或利 或小便不利 或少不满 你看我们在学 真五汤适应证的时候 阳虚水犯 水邪 泥流横溢 无处不到 它可以有咳嗽 有吐粒 肿计 咳 吐粒 悬动 小便不利 而柱灵汤的适应证呢 它也是水 这个水是水热邪气 它也可以泥流横溢 饭肺就出现咳 饭胃肠就可以出现吐粒 除此之外 我们在阳明病片还提到了 它可以有脉伏发热这样的临床特征 这是在阳明病片提到的 而不是在少阴病片提到的 这个脉伏是主热 提示了热邪偏胜 而少阴病篇319条说 少阴病下历六七日 这个下历就是水邪 寝自未尝所造成的 咳而欧咳 这个咳就是水邪犯肺 欧吐就是水邪犯胃 咳就是水热护节 气化十丝 今也不能输不 心烦不得眠 是阴虚火望心肾不焦 这是猪灵汤 适应症的主症之一 那么治疗用猪灵汤 滋阴 沥水 清热 这个方子 我们在阳明病片已经提到过了 我们学完猪灵汤以后 我们就要注意猪灵汤的适应症 和五菱散的适应症 和真五汤的适应症相间别 这个间别呢 我们在前面讲真五汤 适应症的时候已经提到过了 猪灵汤 我们今天经常用于治疗 泌尿系统的感染 当然尤其是慢性的 泌尿系统的感染比较常用 如果尿中的化验 红血球多 甚至是肉眼血尿的 我们加凉血脂血的药 像白毛根 用30克到50克都可以 像仙鹤草 像三七粉 这是以尿的化验 红血球为主的 尿的化验 以龙球为主的 那我们常常加一些蒲公英 紫花地丁 蒲公英这个药很好 你比方说我们用它治疗 泌尿系统的这种感染 用上30克 用上50克 量比较大 它对胃没有什么伤害 有些其他的苦含药 下面的感染没有治好 吃完了胃疼上了 蒲公英呢 没有这个副作用 有一次我到一个农村去 有一个人 农村的人 他有很严重的胃病 胃溃疡 胃疼 我给他开上普通的 治胃溃疡的中药和西药呢 他又没有钱买药 说好大夫 你能不能给我 提供一种方法 不花钱就可以治我的病 他有胃疼 他媳妇有胃疼 他的孩子有胃疼 这一家的 我估计都是那个 幽门罗杆菌感染所造成的 那你这样吧 你看现在已经是春天了 地里的这个蒲公英都长出来了 你去挖这个蒲公英 开水焯完了 你愿意喝这个水 这个水比较苦 你就喝 不愿意喝这个水的话 把这个菜 焯完的这个 焯熟了的东西呢 你放上各种佐料 什么蒜末啊 姜末啊 葱末啊 加上醋啊 糖啊 盐呢 你就当这个菜来吃 好 他挺听话 不花钱呀 自己采呀 他采来了头一顿饭 没想到让他的女儿给抢吃了 那说明他女儿他也胃疼 他也需要这种东西 他女儿比较小啊 他们有个什么习惯呢 这个家长喂孩子吃饭的时候啊 自己嚼完的东西喂孩子 我说你这孩子能不喂疼吗 后来他就天天去采这个 结果半年之后 他们全家的胃全好了 所以蒲公英 治疗 幽门罗干菌的这种感染 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方法 但是他采的是新鲜的 我们药房的那个东西 到底有多少疗效 我就说不好了 所以猪灵汤 经常用于治疗 慢性泌尿性的感染 如果是浓球多的 我们就加清热解毒药 像蒲公英 像紫花地丁 等等 少阴的 藏症中的寒化症和热化症 我们就谈完了 下面按照我们的讲义 我们就来谈谈 少阴病的间变症 第一个是太少两感 第一个症后是太少两感 讲义179页 原文301条 原文302条 这两条讲的都是太少两感 什么叫太少两感 就是太阳和少阴同时感含耳发病 301条说 少阴病始得之 反发热 卖尘者 麻黄细心父子汤主之 这里的少阴病的表现是什么 就是卖尘 这是李扬勋 无力鼓动气血 所以卖表现了一种成像 这是阳续最轻的表现 少阴病 不应当出现发热 尤其是少阴病刚开始得的时候 它不应当出现发热 当然少阴病发展到最后 出现阴盛阁阳的时候 它可以有深热反复含 但是现在少阴病是使得之 出现发热就是反常现象 所以它说反发热 这个发热既然不属于少阴病 那么它属于什么呢 它属于太阳表症 它属于太阳表症 所以这里它所提供的症状 太阳表症有发热 少阴里阳须有脉沉 它并没有手足觉冷 未寒全卧 下立轻骨单于昧 这个时候 就属于我们在讲表里同病的时候 表里症病机关系密切 而理症非大时大虚症 这时候可以表里同志 表里同志用什么方的呢 麻黄细心父子汤 温精发汗 温精发汗 这个方子在药物组成上非常精炼 用麻黄一味解太阳表症 用父子一味来温少阴里阳 加上细心 细心心温散少阴寒 止痛开窍 正可屈痰 所以它细心这个药 既可以散少阴里寒 也可以解太阳表汗 所以它是温精发汗的 很具有典型性的一张方子 这张方子对流感的过程中 表现了 卖尘 有少阴 阳续的苗头 就用这个方子 我们现在在临床上 有人用它来治疗低血压 其实在书上 没有低血压这个病 你看 西医的那科学里 只有高血压这个病 没有低血压这个病 我们在临床上 见到有一些人血压偏低 但是他没有任何自觉症状 你不要把它当成一个病来对待 只有他血压偏低 一动就乏力 一动就投运 这个时候出现症状了 那你可以来治疗 而这种情况 常常是肾阳不足的一种表现 麻黄量不要太多 父子是可以多用的 麻黄细心父子汤 用于治疗低血压 麻黄父子细心汤 在我们府外医院的中医科 又用它来治疗 病痘综合症 我好像上次在讲 细心这个药的时候提到过 关心病 痘方前那个区域共学差 豆方讲的功能差 因此心动过缓 五十次 四十次 三十次 要装起泼器 可是这个病人 如果有一些其他的病症 比方说严重的糖尿病 你装起泼器就担心 他这个手术过程中的伤口 不容易愈合 那这个时候怎么办 先保守治疗 可以用麻黄细心父子汤 当然上次我也说过 要治疗这种病的话 细心用量太少是不行的 你说我用三克做汤剂 疗效比较差 我也说过 细心这个药 有黄张迷 黄张迷呢 又是公认的一种致癌物质 所以你即使用细心的话 也不要特别的 长期的给它用 所以把握 要放开用 又不可长期用 接着我们看302条 绍阴病得治23日 这里所说的绍阴病 就是301条的那个太少凉感 有脉沉 又有太阳表症的发热 两三天以后 这个病没有好 这个时候重景就不再敢用 麻黄细心父子汤了 而用麻黄父子干草汤 微发汗 把细心去掉 怕的新温 躁裂 容易动扬 容易伤阴 以23日无证 无证这个话是不通的 那通过教刊 无证应当是什么呢 在金贵玉寒经 伤寒论的别本 和陈无己的 注解伤寒论中 都做无理证 陈无己的注解伤寒论 他依据的是宋版伤寒论 在宋版伤寒论的基础上 给他做了注解 那么既然陈无己的注解伤寒论 是依据的宋版伤寒论的话 所以这个无证这两个字 我们怀疑是赵开美 在翻课宋版伤寒论的时候 把那个理字给丢了 这个根据呢 就是这么一个根据 你看陈无己的注解伤寒论 他有无理证吗 他们用的都是一个本子吗 赵开美所刻的 翻课宋版伤寒论 怎么没有这个理字啊 所以是怀疑他给丢了 以二三日无理证 无理证是指的什么呀 是指的那个 下立轻骨四肢绝逆 那些少阴阳虚的重症 所以也就是说 太少两感过了两三天 如果还没有出现 下立轻骨四肢绝逆的话 你还可以标理同志 还可以微净发汗 用什么 用麻黄 父子 甘草汤 把细心去掉 加上一味甘草 使药物作用更加温和 可见重景对于虚人外感 在治疗上 是多么小心翼翼 怕伤正气 翻过讲义一百七十九页 看第三百零一条的这个示意的第二自然段 本条语九十二条 病发热头疼 脉反尘 肉不菜 身体疼痛者 当就机理 一次逆汤 看见这个原文了吧 这个原文我们在太阳病片学过 病发热头疼时太阳表证 脉反尘 对太阳表证来说 不应当见到尘脉 所以见到尘脉 就是反常现象 这提示了兼有理阳虚 若不菜 为什么在这儿莫名其妙地加个若呢 他在前面省了一段话 如果用了麻黄细心父子汤 或者麻黄父子甘草汤 来温净发汗 含不好的话 所以若子前面省了这么一句话 这个时候尽管症状上 仍然是发热脉沉这个症状 但是你就不要再用这两张方子了 若不菜 不要再用这两个方子了 尽管有明显的身体疼痛 这样的表证 也应当先至理用丝尼汤 这样的话 对于太少粮感 我们就可以下这样的结论了 太少粮感 是太阳和哨音同时感受寒邪尔发病 他的临床表现 可以有发热 可以有头疼 但是脉是沉的 就这么两组症状 绝没有四肢绝逆下来轻骨 他发病的第一天 发病的第二天 用麻黄细心腹子汤治疗 如果没有好 到第三天 用麻黄肤子甘草汤治疗 如果还没有好 这两个方子都不能用 直接用死泥汤来治疗 如果哨音李扬虚 已经出现了手脚 手足绝冷 出现了夏丽清骨 那么麻黄细心腹子汤 麻黄肤子甘草汤 根本就不要考虑 直接用丝腻汤 先救其理 这就是太少粮感的治疗步骤 太少粮感症 在临床上 多建议年高体弱的老年人 对于这些人的疾病 上次我曾经说过 欧洲 欧洲西方百种人 每年得流感 许多年高体弱的老年人 常常因为流感而死亡 其中很有一部分人 就是太少粮感 如果我们能够及时的用 温敬发汗的方法 或者鲜温里阳的方法 鲜温里阳的方法 那么很可能 他们的死亡率会降低 所以欧洲有的国家 已经非常重视 这几个方子 在抗流感方面的应用 烧音病的寒化症 热化症 我们谈完了 烧音间症中的太少粮感症 我们也谈完了 今天的课我们就到这里 好 下课 下课